春晚季行时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嘉宾 是带着满满的新春祝福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春 欢迎春春 大家好 先给观众朋友拜个年 大家好 我是李宇春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牛年大吉 美满健康 来到我们节目 有一个小环节 我们要拍一个表情包 一 二 三 四 好 谢谢春春 春春是从春晚彩排现场过来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当不当问 但是可以透露一点点 今年 今年其实我就是 不知道自己演了些什么 这个 我们有一次连拍的时候 我们节目正好拍到 春春节目后面 我们通过那个屏幕 更能看到它那个节目的完整性 那你说去年的有什么用呢 不是去年 是今年吗 今年 今年 那你这样你稍微透露一下 我能透露人家的节目吗 当时我看到就是 反正看那个节目 真的美轮美奂 不得了 其实它是因为它看到了 我自己反而看不到 对 因为其实今年这个节目 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呈现 声光电的配合 对对对 高科技 我给小剧透一个 你自己感受不到的 你在那边演的时候 你旁边有好东西飞过去 但你不知道 有一种很玄幻的感觉 很玄幻很玄幻 在家过春节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 在家里面 其实过节就是挺简单的 就大家在一起 然后好像就是聊聊天 因为一年其实到头 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然后就是聊聊天 喝喝茶 吃个团圆饭 你们家里有没有哪个拿手菜 每次过年要端上桌的那种 我觉得好像鱼是必不可烧的 好 鱼 那边有鱼嘛 对对对 鱼是必不可烧 那个豆瓣鱼 豆瓣鱼 我们会做起整场 那种烧的 是的 真的很下饭 然后说说都饿了 很下饭 用极限豆瓣 所以川菜之魂嘛 极限豆瓣 我们都是干饭人 对对对对 我先给你饭 真说有没有自己的拿手菜 哈哈哈哈 拿手菜还真的有 还真的有 就是我常常常是在北京的 然后现在回去呢 就是比如说过节啊 这样的时刻呢 就会还是会给家人展露一下 我平时在北京的一些生活技能 对对对 你会在家里搞北京烤鸭吧 谢谢你啊 那边有炉子 是什么拿手菜 是什么拿手菜 我基本上能 我基本上吃的我都会做 家常菜系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对 真正在牛年 除了音乐方面的这个计划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新的尝试 音乐方面肯定会有新的作品 带给大家 因为其实在2020年 也有很多的感悟 创作了很多新的东西 然后也还有很多 没有来得及发表的 所以肯定会有一些新的作品 给大家见面 那至于其他领域 我确实还没有规划 主要还是专注在音乐上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让大家单身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谢谢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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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